今天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北部的朋友就会感觉到高温的部分明显下降 昨天的高温到达了三十二度 今天的高温就只有在二十七度 而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东北风在礼拜四的时候要减弱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各地需要注意什么了 第一个山上走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低 尤其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的温度十度以下 穿着方面要保暖 海边走风浪的部分是小 可是你要注意哦 礼拜六的风浪要增大了 因为星期六的时候 东北季风要再度增强了 但往北走天气状况来说的话 最主要在早晚的天气凉 骑车的朋友要加一件外套 往南走仍然中午热 户外活动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 东北风的强度减弱 中午开始要热起来了 不过只有两天的时间 因为周休假期冷空气南下 北部地区晚上的低温就会降到二十三度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降雨状况 今天的雨的部分 可以注意到 主要在台北的东边 东北角北部海岸线 跟包含宜兰的北边部分 因为最重要是东北风吹进来 水气进入了这个区域 再来我们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压系统 正在逐渐的东移 今天晚上高压进到了北寒 中风向开始逐渐的转为 偏东风 冷空气的强度在明天白天会减弱 不过东部地区早晚倒是云量多 西半部地区是天气晴朗 接着我们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这波的冷空气是一个弱的冷空气 今晚就离开了 但西伯利亚比较强的冷高压 预估就在六日的时候会逐渐南下 带进来比较强的冷空气 但到了下礼拜大家要注意 已经没有这礼拜的秋老虎的感觉 因为北方的高压会随着下礼拜逐渐的再增强 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外岛地区的天气算是一个舒适的天气 白天的时候都是多云到多云时勤 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地区的高温 明天我们注意到30度了 中部地区32 南部31度 东半部地区是属于早晚云层量多 小丁丁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的天气凉 骑车的朋友穿着要注意到保暖 还有中南部白天的阳光墙 你外出的防晒工作不能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